7點24分 早安氣象時間 今天的天氣資訊 我們要來請教佑萱 馬上就要迎接這種劇烈天氣了 哪些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呢 好 大家早安 確實這道封面 目前已經是影響台灣當中了 不過相較於昨天原本的預估 其實它抵達台灣的時間 是有比較慢一些的 主要就是因為昨天 北方高壓的關係 讓很多雲層沒有辦法 如期的來發展 但是目前這道封面 是已經掛在台灣上空了 所以雨勢就會陸續出現了 目前氣象署針對四個縣市 是有發布大雨以及豪雨特報的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在宜蘭地區 是有發布豪雨特報的範圍當中 另外就是新北的山區 還有基隆以及澎湖 也是被列為大雨特報當中 但是其實今天整天來說 全台灣都會有雨勢 所以整個發布的範圍有可能還會再擴大 我們就來看到白天開始 其實陸陸續續雨勢就會出現了 當然特別要留意的就是在 西半部地區了 有可能會出現這種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全台灣來說 也會有這種震雨以及雷雨發生的機率 而目前氣象署仍然是預估說 今天還有明天將會是這一波雨勢 帶來最明顯的時候 而剛剛我們告訴大家 其實西半部特別要留意 主要就是因為在西南風增強的關係之下 所以西半部容易出現這種 中小尺度的對流一入 這也代表說 其實它影響的範圍比較廣 而且時間也會相對比較長一些 降雨的空檔是比較少的 所以很容易會出現這種 短延時的強降雨 短時間內降下這種強降雨以外 還有可能會伴隨著雷擊以及強震風 所以在西半部地區 今天還有明天一定要特別留意 這一道封面所帶來的影響 而這樣子的天氣形態 會影響到什麼時候 其實目前看起來 整個封面可能到禮拜五的時候 都斷斷續續會有影響 不過目前看起來 禮拜四還有禮拜五這兩天 整個封面結構 是有稍微的比較減弱一點 再加上它會逐漸的往北移 所以整個降雨的範圍 會慢慢的縮小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 全台灣的雨勢就會停歇了 因為它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這種短延時強降雨 只是降雨的空檔 是會慢慢的拉長 而真正要降縮小 整個降雨的範圍 是在禮拜六的時候 可以發現到整個封面 會逐漸的往北移 但是很快速的 目前整個預估來看 下週一 下週二 可能又有下一道的滯流封面 將會影響台灣 最後就是帶你來看到 在溫度方面了 其實今天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溫度上面還是滿悶熱的 各地的高溫 雖然說因為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降個一到兩度 但是目前看起來 全台灣的高溫 都還是有來到二十八到三十度 至於在低溫方面 則是大約是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其實天氣變化 並不是太大影響 而這幾天的溫度方面 也都是如此 以上就這節的氣象資訊 在下週一